把他丟出来 那因为有同学来问这一题 所以我就用影片讲解比较清楚 所以就一并把它录下来 那今天题目要问我们的东西是说 他知道一条回归式长这样子 那更好的话其实应该是 我们所习惯一些的 像是这样子 对吧 如果有一条回归式长这个样子 Y然后只用X来解释 我去估结句相和谐律相 然后有一个Arrow Term 那当然今天 我已经估出了Beta1Hat 和Beta0Hat之后呢 我就知道我手上拿到的Y 其实是VT value OK 那就是如同他所写的这样子 那今天他要说 如果X是Dummy Variable 所以就是X取值只会是0或1的状况 那他要你去Claim说Beta1Hat 其实是他这里讲的Y1Bar 减掉Y0Bar 也就是这一坨东西减这一坨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去Claim这个东西呢 在进行计算之前 我们先想一下这个想法 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可以从 OLS这个BetaOLS OLS的推导过程中知道的就是我的XBar YBar 是不是一定会通过我的Sample Regression Line 那我就画一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这个例子就是X和Y在这个XYPlan上面 然后呢Y或者是说我的Observation是这七个点 那X就有点是把我的Observation去Group起来 我今天看的是只有X等于1的这一组Random Sample 或者是X等于0的这一组Random Sample 那我们在找这一条Regression Line Sample Regression Line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好像我在调整这个东西 我在把它调整起来 或者调它的斜率 使得这条线离 这些Observation这些点的距离 而且是L2Norm 就是和它E 反正就是最小平方 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讲 不太确定怎么讲 平方的这个距离 因为我可以定义不同种种类的距离 但我们今天先不谈 但在这里的话我们的距离是平方 我可以定义绝对准备吗 也可以 那让这条线和这些Observation的距离最短 我们就找到这一个回归直线 但它的斜率也可以去调嘛 好比说我们今天偷偷把这条移开来 然后再画一条绿色的 斜率可能长 画平一点 然后它可能长这个样子 那我也是在调这个东西 这东西的斜率 让它去fit这些点 让它距离最小 对不对 也是在做像这样的事情 好 我们先把它给E回来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的X bar Y bar 一定会通过这条直线 什么意思 今天如果我把整个 这里这样子去看 这些Observation的值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多个Yi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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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这样切的原因 是我要看这个高度 是看Yi的值 那现在呢 我要这样子切 然后看Xi的值 像Xi这里都是0嘛 贡献是0 那这Xi贡献就是1 也是1都是1 OK 那我就可以去看它的平均 我就知道说 Y bar X bar 一定通过这条 Regression Line 那可是呢 我们今天在Claim的东西是什么 是 这个Beta1 hat 就是这条 Sample Regression Line 它的斜率啊 其实是 我在X等于1的 这一个subgroup里面 Y它的平均 扣掉 在0这个subgroup里面 Y的平均 那我们就自然而然 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就好像是说 我今天装作 我没有看到这一群random sample 我对它们去估 我只有 因为我这些点 它都在同样的 X的水准上面嘛 所以我一定 估不出一个斜率 对不对 因为我通过这些点 或者说通过这些点的平均 假设就是它 的 不同斜率的线 有无穷多条 但我是不是可以用它们 去估出一个拮据像 意思说它们的平均高度 就是我这边讲的 Y0 bar OK 那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我可以找到一个 Y1 bar 那我就要说 这个Beta1 hat 其实就是 这个Y1 bar 减掉这个Y0 bar的差别 OK吗 那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我们 我们有时候估的好比说 随便写一条Wage 等于Beta0加Beta1 male 我们这里 我再加一个Aerror term好了 像这样子 这样的Regression formula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我今天 Male是Dummy Variable 它只取值0或1 那在Male取值为0的时候 代表什么 我的对照组是 Female 那Female的平均心值是多少呢 是Beta0 那Male的平均心值呢 是不是就是 Female的平均心值再加上Beta1 这样的水准 也就是Male等于取值为1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那也是我在电脑实习课 第二堂课里面去告诉 第二堂 应该是第二堂课 去告诉各位同学们说 我们用by这个option 去把某个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画不同的 2-way scatter plots嘛 那我在把X分组的时候 其实X是Dummy Variable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画出不同group底下 它的regression line 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整个我们把它 combine在一起看的时候 在诠释Beta1的意义上 我们才会说 以Female为对照组 Male的平均心值是 Female的平均心值再加上Beta1 就是像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 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边我们要稍微去claim 就是说 我们先把ybar这个东西给拆开来 那ybar by definition 是不是就是1分之1 dimension yi OK吗 那这里啊 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不用看这个东西 我们只是把ybar给拆开来 那ybar我这边给它乘上一个xi 为什么我要乘呢 因为x其实是一个Dummy Variable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x你也可以把它去看成 这应该怎么说 它是某种indicator function一样 如果今天xi是1 那就这个indicator function就跳1出来 那其实跟直接拿xi来用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嘛 所以我就把xi当作一个indicator function 拿来跟y乘在一起 那这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在这里啊 我只要看x等1的那一些y 对不对 就是这四个点 他们的贡献多少 然后去 就是我要把yi拆出来这样子 那另外一边呢 是不是就是xi等于0的那一组 可是xi等于0 直接乘上yi的话 我就忽略了这边的yi的贡献 所以我就只是因为我想要一个indicator function 叫做xi等于0的时候会跳1出来 我要这个indicator function 所以呢 在这里我做的事情就是相当于什么 这个东西相当于1减掉xi等于1 对不对 这样的indicator function 所以我就1减掉xi 我就可以去看说 在xi是0的这一组 他们的y的值是多少 取值是多少 那这里也很自然嘛 因为就是 这里是yi 那是不是yi减一个加一个 所以其实这应该同学们都可以接受 那这里啊 n分之1sumension 我们就看这一组 然后看这一组 对不对 我就把它拆成这样子 好 那这里就给我们一些insight 那我们就回来去claim这件事情 那我是由什么 我是先由这件事情来出发 就是x bar y bar会通过的regression function regression line simple regression line 那 这里等下只是要说明一下 我们最后再来看 我们有什么事情 题目他写说 其中这个beta0为y0bar 其实他写的应该是beta0 hat 是y0bar 为什么 因为beta0是一个 population site的东西 它是一个unknown parameter 那y0bar是什么 y0bar是一个有sumension的东西 所以y0bar是永远都是finite 我们只是拿手上的random sample 来去估计而已 由random sample所组出来的一个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是对某种unknown parameter的推估 它是在估计这个beta0 它不是beta0本身 它只是个beta hat而已 所以啊 很好判断的方法就是说 这种unknown parameter的东西 它应该都是某种exploitation的东西 它不会有sumension这个符号 sumension的话就是 我们把它叫做sample counterpart 因为我们是不是用1分之1sumension 来类比exploitation这个动作 我们有law of large number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呢 这里题目其实我们应该给它加上一个 beta0 hat 是y0bar 这样子 OK 那我们就开始推啦 怎么推呢 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有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这一条 那我们就移向嘛 把beta1 hat留下来 所以beta1 hat 是不是就是x bar分之y bar-beta0 hat OK吗 这是我们要claim的东西 我这里n分之1 n从1到 i从1到n我都没有写出来 正确是 大家各位知道意思就好 那我们claim这件事情 我把x bar把它分开来 所以呢 就这样子拆 然后刚刚y bar我也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一段东西是我刚刚分开的东西 那我把x bar送进去 送进去 所以呢 x bar by definition 就是n分之1 sub x i 然后送进去之后呢 是不是就变成 这一项是这一项 OK 这一项的话是 这一项 OK 那剩下的话这一项是 呃 这一项的话就是 这里 分支这个 OK 那其实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就只是把它送进去 送进去 送进去而已 那在这里的话 这两项 他们的分母 有一样的地方 那我把它 通分 所以呢 把它在分子分母 同乘上这个 sum i 从1到n 的1-xi ok吗 所以呢 我这里分母 就会是 这两个相乘 对不对 这两个相乘 然后呢 这边的分子 就会是 原本的东西 在通分之后 再乘上这一段 把它乘在一起 那这里也是一样 n倍的这个东西 那n倍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去观察分子里面 有没有一样的东西 分子里面呢 这一段 跟这一段 是不是一样 所以我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 放在这里 所以剩下变成什么 这个-n 对不对 这个-n 那这个东西 sum i-xi 是不是就是 n-sum i-xi 然后再减掉n 所以呢 这项东西只剩下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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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可以接受 那最后我们就再总整理一下 这一项跳下来 增加-xi -xi 是不是底下的xi 相消 这里变负号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最后这一条 最后这一条 是不是就是 我们所要claim的东西 就是 y1bar-y08 ok 那我们就得正 那最后的话 这里这个notation 原本我只是想要 如同刚刚跟大家讲的 就是 我的xi 可以把它拿来当indicator function 1-xi 也可以 那这个就不用太过理会 好 那这就是 关于这一题的一个说明 那如果同学有问题的话 可以再寄信来询问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